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肌盖乘90度 轮由左右交换 这个动作重复30次即可 第三个动作 平板支撑 首先咱们的双手钻拳 然后双臂与肩同宽 用脚尖作为支撑点撑起 屁股尽量收紧 身体保持平衡 30秒为一组 健身无度即可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现在随着我们饮食习惯的变化 很多人都受到了胃癌的侵袭 其实在胃癌早期的时候 身体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 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信号 第一个 消化道出血 很多胃癌患者在早期会出现 黑便的症状 而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 如果是突然出现消化道出血的情况 就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 以免耽误病情 第二个 上腹部有保障感 很多老年胃癌患者 在早期会有长期感觉上腹保障的感觉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吃的不多就感觉到负胀 吃不下了 有的还会出现恶心 呕吐的症状 第三个 突然消瘦 有的患者在胃癌早期会出现突然消瘦的情况 这是因为胃癌会影响我们的食欲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早发现 早治疗 第四个 上腹部疼痛 这个情况也是很多人会有的 而且腹部疼痛的程度不重 一般人都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很容易被忽视 如果经常感觉到腹痛 而且次数越来越多的话 就要小心了 第五个 突然性的食欲不振 厌食 如果平时很爱吃肉 但是突然开始讨厌肥肉 而且饭量也大不如从前 甚至讨厌吃饭 可能就是胃癌早期的信号 一定要重视 要及时就医检查 这五种胃癌早期的信号 你了解了吗 如果出现这几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检查哦 好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呀很多人晚饭都吃得很晚 有的人吃完晚饭就上床睡觉了 然而这样很容易囤积热量 不利于消化 而且晚饭后是养生的黄金时间 有两件事千万不要做 可能对健康会产生影响 第一件事 晚饭后不要大量的喝水 喝饮料以及喝汤 由于呀很多人晚饭后 不会有太多的运动 所以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 胃部呢就会大量的分泌胃酸 如果晚饭后马上喝水 会冲淡胃酸 特别是喝汤一定要避免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水 或者是等食物消化了以后再喝水 第二件事 晚饭后不要马上就运动 这里指的运动是剧烈运动 如果晚饭后剧烈运动 可能会拉伸到胃部 导致胃痙磷或者是胃胀气 还有可能引起胃下垂 尤其是胃本来就不好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 可以做一些瑜伽动作 或者是出去散散步 如果实在想要运动 可以等食物消化以后再做 做完一小时之后再睡觉 这样呢是最好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呀有很多人都被便秘所困扰着 如果便秘不仅会感觉到腹部肿胀 而且脸色也不好 这都是因为毒素在体内没有排出去 那么木子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两个防止便秘的学位 一按一按腰后面的大肠疏血 大肠疏属于毒太阳膀胱经 在第四腰椎挤突下 那旁开1.5寸的地方 大肠疏属啊是做推拿针灸按摩时经常会被用到的学位 这个学位可以用手指按压 也可以呢转圈的按摩 那哪个方面啊就可以用哪种方法 一般呢按3到5分钟 就能够很好的防止便秘的情况了 2.就是拿捏一下腹肌 具体方法呢就是可以先躺在床上 然后用双手的食指 用力的拿捏腹部的肌肉 一般啊捏50次左右就可以 那可以一个手一个手捏 也可以呢两个手同时的捏 那这样啊对治疗便秘效果呢会更好 那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做好预防和治疗便秘的工作 饮食尽量要清淡一些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并且多做运动 这样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啦拜拜